中國傳統對外的態度,是對外部世界習慣性的忽視,它們有加輕視。 遺迪之說,就這麼輕視了。 習慣性的忽視外且,而且固執的、持續的、置之不固。 何以固呢? 習慣性跟天下的這個東西,維持了它的這個系統。 這個當然我們沒有辦法想一想,這應該是前面的中國史一二三的一個重要的課題了。 不過,簡單地說,他是經過夏商周三代的毀容,經過那快兩千年,打了一塌不足。 判定,定於伊,定於秦。秦又太暴虐了,於是是恢復到漢一個突發。 社會上的本質是一種中法型的 而且是沉積網絡的 鬆散的網絡 社會上是這個樣子 政府上是一個小政府 透過很多的禮儀、禮教 共通的觀念來治理的 當然也有他的經濟的八達 所以簡單說 他的這一個體質 是一個儒家社會的底子 有限度的運用法家的 這一個法家化的官僚的政府 再加上天命的陰陽五行的觀念 讓當時的底下人覺得 這是一個高度文明的 而且符合人類生活的一個體質 他離我們前面所介紹的 這個西方的這個現代國家 實在是這種完全不相同的一種東西 這兩個體質差太遠 而且尺寸也差很遠 這個最大的法國大概 連領土跟人口不到中國的四川一個省 所以這個是差很遠 所以他的統治方式完全不相同 所以說這麼巨大的國家 因為我常跟你說 他的通常到地方上的通訊 常常是兩三個月 那他當然不可能按照現在國家的運作方式 所以他習慣了 這個體質完全不一樣 你要從他的運作方式去理解他 為什麼這麼反應 那種意思吧 所以他淡金節制都是在自己內部 然後當然也是覺得自己有高度的發達的政治 跟教化跟文明 所以大家都願意依附在這個中央 當這個天子的成名 否則誰願意了 對不對 這個老大要像樣了 否則大家都不願意跟嘛 這個道理就像說這個 這個 講就講吧 台灣歷史上始終覺得日本這個老大很像樣 所以很多人一直到今天心向王之 覺得國民黨這個老大不太像樣 這個中華民國也名不符始 又始終這個不滿意 所以不太願意跟 這個體質到今天都這樣 這個其實今天台灣的民間的心理還是如此 這個老大要像樣的那才願意跟 所以中國作為天朝的時候 他一定必須要說我要能夠維持一個高度的政教 高度的文明身教 所以他變成那種文明性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他讀書要讀這麼多金石子集 跟我們現在的觀歷完全不一樣的 他這個做詩、填詞、做腹、風雅的橫 為什麼 這是表示這種文明的高度 他就按照一種倫理、理、理、質量來運作 他這麼可以運作的一個體質 所以你要先了解他的體質 然後你再看他對於外面呢 習慣性的故事 因為外面長期是隱形的 就不必說了 對他而言 固執地持續的知識不顧也就可以理解 但即使是如此 他也倒不是說都具斥的 那歷史上來講佛教、錦教 稍微修正一下 摩尼教不是錦教 摩尼教應該是從先教系統來的 我上次講錯了 明王是波斯的那個系統 因為波斯宗教跟印歐宗教是同源的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波斯宗教、印歐宗教、印度宗教是同源的 分享很多共同的神話系統 不過摩尼教不是錦教 錦教Nostrian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 上次講錯了 修正一下 這個摩尼教的明王是從波斯教的系統過來 那麼就是摩尼教 後來摩尼教曾經傳到羅馬 在羅馬的後期對羅馬有很大的影響 很有趣 伊斯蘭教 那中國曾經吸收伊斯蘭教 還有伊斯蘭的技術 伊斯蘭的科技 當然都會知道 中國時期伊斯蘭的文明是全世界 在西方來講最發達的 天主教 明末的 西方科學技術的輸入 從明末改 只要不妨礙中國的立國形態 大敵頗受歡迎 那般早期來講 一般也不太妨礙 除了像佛教 到後來曾經產生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 中堂以後安死亡之後 被這一個排佛 不是排佛 就是批評佛教 韓慾這些時候 他要大道主義 他要大道主義 影響他的立國的穩定的時候 他才會對這些東西 整個態勢 其他呢 他就想要把他納入他的品系 這個你們讀郭靖遠的書 也介紹了一些 但我在講他的背後運作的 這個道理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經濟上來講 玉米乾薯銀銅的輸入其實重要性 這個你們現在應該都是嘗試了 就是玉米乾薯是讓這一個 中業以後吧 中國人口能夠大量增值率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當然還包括了新開 另外為什麼很多 那種原來不能開發地能夠開發呢 可以種這種原來不能種的乾薯 就知道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銀的輸入 當然銀線 還有我們之前講的 在一再重複的講到銀的這個重要性 銅 大家出視了 其實銅也很重要 銅的輸入 這個都是重要性 那麼這些也不是不輸入 也都在輸入 這當然前面是種子 後面是具體的 所以在那個體系底下 還是有一些修正的 那Roseman跟William Roy 他們都注意到這個 所謂非真心的那一個解釋體力底下 試圖的修正的問題 他不是疊滿一塊的 事實上這也比較符合中國的性格 就是說基本的格局上來維持這麼個格局 底下呢 能通融了就通融了 聽不懂意思嗎 能不能從來這麼處事情 沒有大礙的就接受了 就這樣 所以他有他的畢竟彈性 他有他相當的彈性 那這裡頭有一個基本的差距 你們要注意到的 就是說 北京原來是看重中央貿易線的 因為內業手近的不足 在歷史上來講是經常判亂的 或是強大的不足 會給中國帶來的災難 所以他會重視這些西域的這些不足 這個西方貿易中的在廣州 這個覺得說這些人 不知道從哪來的一些人 是想賺點錢 讓他們賺點錢吧 有沒有事兒就算 基本上這麼一個態度 從明末就如此 而且明代的時候更是因為近海淨 根本就是走私犯所把持 然後到了清初的時候也是如此 後來開海淨 後來就納入廣州體系 總之來講覺得這些人從哪來的 體系怪怪 一些外移 歷史上也不知道他們怎麼一回事情 所以就不是太看重了 那麼這中國人當時的心理 而且認為外商不遠千里原來必為重力 只要給他們把這個事情弄好 這個態度一直到雅片爭之前多少都是如此 就是說你讓他們賺點錢吧 那對中國的朝廷也有好處 因為不斷從那裡有錢進來 他要進行這個貿易 對於地方的人 就對於中央都要有所匱政的 後來廣州體系也收這個關稅了 海關 那麼 一馬東華寫錯了字 對不起 打錯字了 你們知道 那麼 南華人 明末的傳教師 康熙 一馬東南華人 這個都是有重大的影響 他們在這個我們指定教材裡面講得很清楚 不復數 明末的傳教師 這些都對於中國文化有大的影響 所以中西的第一波接觸來講 中國人最感興趣的結果是西方的 至少所謂的上層社會 所謂的上層社會 最感興趣 西方上層社會 因為立馬鬥在民間的傳教並不成功 他原來在這個廣東那一代的傳教很不成功 他而且剛才還穿著和尚的敖服 這個被大家頗為輕視 後來他搞清楚了 說不行 不行 一定要直接對於上層世代夫 所以介入上層世代夫非常的成功 很多人信教 所以他不是對於外面都那樣子的巨斥 而且尤其對於他的文物技術 當然尤其是這個天算這一部分 因為以前對於中國而言 所謂受利、明時是王政的基礎 這是鑒於上層的 所以主要了解 當時的中國人當然是從一個儒家的傳統去理解這些事情 所以他接受這個事情 然後覺得他這個天算算得這麼準 那南淮人尤其是出名 這個方面出名呢? 另外這是一個關鍵 另外一個是鑄大炮 南淮人尤其鑄大炮 這個是很受重視的 尤其對於清朝陽的滿洲建宜的戰爭的時候 就用上去了 寧景之戰 就是用上了他的這個大炮 南淮人不但幫明朝陽鑄炮 後來也幫清朝陽鑄炮 他那是無所謂 他那是乖鬼 所以早期的這個 你看他要吸收的時候 是從上層這樣子的吸收 民間的傳教不成功 當然民間對於他的經濟柴火很有興趣 就是整個東南地區的那個大貿易 跟諸位說過 其實已經很繁盛 進行得很厲害 這也是臺灣的重要起源之一 早期到臺灣的人 都是這個權子裡的重要的一些人 從這個鄭之龍之前之後的 鄭成功的方式都是如此 那麼康熙很歡迎 鄭成敬教 乾隆呢 有名的對外無興趣 不過請注意 這是官方的態度 這個文字裡應該都讀到了 就是中國什麼都不缺 你們到這裡來 我們做做生意就行了 其他事情你們就不要擾亂了 我們實在不缺 我們在這裡 中國自由大體 這是官方的 是這個事情 你們應該公順的 那民間 實質上來講 所以他很喜歡西方的文物 收了一大堆 也搞了一些人來畫畫 所以公裡收了很多 很多西方的真玩無必想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基本態度是這樣 他最重要的考量 就是要維持他整個 帝國或者國家體制的穩定 因為這個一垮 歷代經驗就是 億萬人都至少千萬人都落地了 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第一考量 其他的事情呢 不是那麼在意的 這個事情啊 我坦白跟各位講 這個東西一點都沒有變 到今天的中國 依然還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考量事情 第一個考量就是安定的問題 維穩 維穩 安定 穩定之後再談 什麼地方能不能開放 什麼不能開放 所以你跟他吵那個什麼 Google啊 或者吵這個Internet 是不是開放 你從這個觀點去看 就一看都明白了 他一切的考量是 我這個能不能穩定下去的 這個體制能不能穩定的問題 一旦這個體制垮了 歷史上的經驗都是千萬人頭落地了 動不動就是幾千萬幾千萬 都是開玩笑的 可是他很怕 那麼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 宋以後 講得慢了 對 講乾淨 宋以後的中國 已經有與他國定格的經驗 這羅斯曼也講的 就是說 倒不是說不能跟外國締約 殘淵之盟嘛 不就是嘛 對不對 但是被打趴了就是 或者說 不要說被打趴了 被打 成績被打敗了 或者是不行了 不定這樣子的一個約 一個約了 那麼 殘淵還算好 殘淵還算好 是後來 那個南宋出了更長 就是什麼君臣 改成俗職 殘淵之盟還算好 所以 那麼 但是依然親世外國 親人得天下 也其天朝官 因為是儀人出身 更對其天朝的地位加以兼職 他非常重視這個事情 修師庫全書 就把所有的儀啊 通通幹掉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對人家 是不是 稱他為儀很少 他特別要想 因為為什麼呢 一方面當然是 人的一種 某一種自卑心的呈現 另一方面同情的理解 這是他維持他體制的必要性 因為你如果親世我 我就無法維系 對他來也是如此 我們先客觀的理解 他會無法維系 因為天朝之為天朝必須要維持那一點 這事實上也是後來他崩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這麼巨大的國家跟社會 一旦中央受到侵蝕的時候 不得了的 所以中共今天事實上也開始危險 因為大家越來越侵蝕他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所謂革命的理想性神聖性 都開始全部的瓦解 現在剩下越來越變成實力的東西 就越來越來越 當他缺乏那個東西的時候 他的整個的體系的穩定就會巨幅的下降 當他 當年毛澤東大喊 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 那是很難動他的 全國人民一心都向著他 今天不然 那時候全國人民向著他 全國人民都不向著中央 全國人民都不向著中央 不是都吧 很多人 大部分人都不向著中央 他這個很危險 那麽李凡院跟諸位介紹過了 蒙古 中亞諸國 俄國 還有有威脅之國 反正他覺得有威脅的時候 他就把他納入李凡院 否則呢 就納入朝共體系 他會特別在 所以這是清朝人的彈性的地方 他不完全的 基本上是朝共體系 也要求你對我稱之為納共 可是我對於中間這些比較厲害的東西 我會有另外的處理 這也是清朝人的彈性 但是整體而言 他在一種優越感 眾內清外 眾內陸不眾沿海 使中國 就這樣一個態度 他的傳統優越感 而且他眾內清外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眾內陸不眾沿海 因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帝國的形式 是內陸為眾 歷代的法天下戰亂 都是內陸的問題 所以自然眾內陸不眾沿海 使得中國不會廣求世之的 廣求世之是日本明治維新的話 明治維新的 應該是昭書裡頭的話 就是要廣求世之 中國不會廣求世之的 這啥子 而且很慢很慢 很慢 我現在就在解釋為什麼它是慢 這是因為它是立國方術的關係 不論它是得失對錯 各位知道吧 我們不做價值判斷 我們在一個歷史上它壞 它為什麼會這麼反應 那麼近代中國對西方的處理方式 第一個是朝共體制跟貿易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書裡文字裡都有介紹 就是不朝共不得貿易 只要有朝共就可以很多的貿易 而且是到了這個清代的時候 它不是說只有朝共的時候可以貿易 就是你建立朝共關係之後 我平常還會給你許多的基本的貿易 這個都是所謂基米蜀國的重要的手段 所以它當然用這個方式來處理對外關係 因為廣州制度 它基本上是在邊緣的地方建立商戶 你離我帝國最遠 這樣為什麼呢 對我的國家的影響最少 那麼早期日本對於西方也是如此 所以日本也是海進 而且日本海進到什麼程度呢 德川時代 好像你出國如果超過三年不返的話 就視作外國人 回來的話殺無赦 一回來就殺掉 你敢回來我把他們殺掉 日本人出去超過三年我把你殺掉 海進到這個地步 所以後來 然後只有海進去 當然他留了一塊地方 有名的藍學的企業 就是在長崎 人 在長崎 那里 長崎 所以他也是在比較遠的地方 到後來不行的時候 反而放到中間來處理 非常有趣 他反而要你 我能夠就近的監督 中國呢 但正好相反,中國始終堅持你要再遠 我們老百姓慢慢就可能會跟著你跑 住京,那還得了 你們這些洋藝能夠住京 豈不就是跟天子平等的嗎? 跟天子平等的話 那為什麼其他老百姓 應當要聽天子的呢? 那也是不可以聽其他人的呢? 你們仔細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是對於他體制 所以他這麼反應 你去理解他為什麼這個樣子 因為他原來是一個等級制 天子,古代當著諸侯士大夫 後來就是天子,然後地方,然後成名 三綱五常 這個秩序認為是得天命的 天子是在中間的 因此整個維繫這個世界體制 那如果說一個外遺 這個打敗了天子 然後就能夠派使節駐軍 平等的往來 那豈不是天有二日了嗎? 在海外還有其他日太陽 這個不得了啦 老百姓慢慢就要跟其他人了 事實上有些老百姓就開始跟其他人 尤其在一些海一帶 有些當民主主義沒有興起的時候 主要知道就會開始跟其他人 天有其他人 天有二日了 所以那個是最核心的 大死他也不肯的那個事情 那他為什麼這麼大死不肯 你不要以為他頭腦 頭腦是個混亂 不然 他知道了他的體制 因為從那個轉捏點之後 一旦可以開始出軍之後 整個天朝的統治力 確實快速地下降 那麽地方上的離心的力量 也日益地增加 另外所謂等級處理制的意思 簡單地說就是 遺商只能夠先是跟公行 官員都不願意見他們的 賄賂才能夠見到 很不容易的 等級處理一層一層 所以這是你們是遺商 在做做生意 這個樣子 而先問說你到底有沒有納共 這個你們看郭敬演書 你們都有介紹 好 那麽這個情況呢 我剛說了 十九世紀書形式突變 為什麼呢 因為西方突變 不是中國突變 西方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人 歷史上從來沒有看到 一個新的現代化的一個體制 他開始要把他的力量 透過帝國主義的方式 向全世界擴展 那於是在這個過程裡頭 這個東印度公司 也壟斷結束 鴉片的貿易也 另外因為從十八世紀末 鴉片貿易就開始巨幅的增加 中國的粗糙 這些種種雙方都不滿意 我剛說過了 於是在這場鴉片戰爭 然後這個結束了這個廣州體制 廣州體制是一個很重要的 鴉片戰爭的重要的象徵 代表這兩個體制的正面對決 第一次的正面對決 這個對決 新調政府是失敗了 那值得注意的是 這是民間的反抗 民間的反抗 這一點是 這個 郭敬寅的書也介紹了不少 從三原理的這些反抗 到後來不斷的 譬如宜人入城 他就民間鼓噪不願意入 甚至於到最後 天朝的官員都不敢對宜人說 沒有 每次都要說 我不能說 不能說 都是因為我們老百姓不願意讓你進來 所以我會不讓你進來 對不對 郭敬寅的書寫得很清楚 都看到了嗎 對不對 都沒有反應 你們要好好讀我 民間的反抗 是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官方 後來不太敢說 那種 都是透過這個民間 那麼這個也是 中共史學的 最以大書特書 你們如果讀中國大陸的 這一個 現在 近現代史的書 開達書特書就是 葉益碧茲 就是叫做 封建的體制、官僚 封建官僚的人 已經沒有辦法對抗西方了 就要靠民間了 那這是中共一貫的講法 就是從清朝到蔣介石 國民黨 都不敢對西方說no 都是當西方的這個 這個 就是 懦弱 懼怕 甚至於有的時候還替他們為虎作倉 那要靠什麼 靠民間的反抗 這是中共史學的基調 這當然也是 國安黨後來 得天下的正當性的基礎之一 對不對 我們前面說過了 國安黨的 這個 得天下 在中國現在史上 有兩個重大的一個 他們自己認為的 這個正當性的基礎 第一個 就是從明代中葉以後 一代不斷的這個民間的叛亂 我們上次介紹了 清朝的各種大規模的這種判斷 我上次說 年了 還沒有講 我有時間補講一下 還好 你們大概都學過一點基礎 知道一點什麼 緬亂 迴亂 還有那個 太平天國之亂 迴亂你們比較不知道 我可能會稍微講一下 緬亂我上次講 對不對 太平天國你們大概知道 大規模的各種判斷 你們知道 細節就不說了 書上都會寫 我們講理解的關鍵 是什麼 那麼 我不是不中細節 我一下教學你們讀 基本的作用 你們不知道細節 反正這個就是空談 知道細節是會要進一步的理解 到底是怎麼樣 那 那麼 就是 一個合法性的基礎就是 長期的 不斷 尤其在中葉之後 產生的民間的判斷 而且這個判斷 如我上次所說的 中共倒不見得講得這麼清楚吧 就是 這確實是儒家的那一套體系 跟那種邊緣體系的一種對決 另一大合法性就是這裡的 合法性就是 這是在內 對外 對外 清蓋了中葉之後 日益的軟弱不利 那國民黨也不夠有力 只有民間的這個力量 才夠強大有力 對不對 這個 蔣介石哪裡敢跟美國人打 對不對 一直抱著美國人嘛 韓戰直接跟美國人打 突然死傷慘烈 至少是對打 死得好慘好慘 死人不算 那真是 但是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繼承了這一條思路 不惜代價 就是要對抗獵場和入侵 民間的反抗 這個思路很值得注意 那麼民間的反抗 另外一個重要的意義是什麼呢 先注意 就是老百姓其實是同情政府的 意思就是說 中國的凝聚力 並沒有這時候迅速的喪失 老百姓覺得是這些洋儀莫名其妙 藍喝無禮 因為中國習慣這樣的世界秩序幾千年了 覺得說你對於 這就是我們世界秩序的基礎 你這樣來一切都要改變 都要造你的 老百姓很生氣 所以這個一路拉到夜和團 就民間的心裡是覺得說 民間是最接近傳統的 所以他會覺得 從傳統外來看 你們莫名其妙 所以他堅決不讓疑人 尤其是疑官入城的 反抗 所以廣州是最早跟外面通商 可是到最後反抗到最激烈 堅決不讓 你破壞了我整個生存的體制 所以這樣情況 本質上是雙方制度跟體制的衝突 因此清常往往不承認他在威脅底下所做的承諾 包括簽訂這個南京條約、旺夏條約的奇音 就跟大公皇帝講說 這個是我們把疑人 把他加以 哪進的一個意思的做法 他們走了就好 你也不會太認真 從中國來講 那個東西不知道了什麼東西 那這個東西 他不是太 最裡面很奇怪 我完全不知道一個A點 你能鬧鬧鬧鬧鬧 我幫你對付了 沒事就算 這當然是媒與外在 但是我們知道他為什麼會這麼做 為什麼會這麼講 簽訂條約的人自己都說 這個事情我們就把他們對付了 就算了 這個思維是 這個思維其實一直延續很長 中國近現代史 一直都看著看到這個事情 對於條約的看法是 是很有趣的一個看法 跟西方人的觀點不一樣 西方人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他對於很多事情簽約、簽字 我讓他講一個是一個作講 我在耶魯上那個 去鐵法尼他們一個講 應該是中國史的課 西方中國史的課 那個老師學家的有名 他說 中國的時候他們跟人家做一個約定的時候 就問說 Have you swear? 你是不是發誓? Can you swear? 你發誓了 他認為絕對有效 對吧? 因為你在上帝面前發誓 保證這個絕對有效 每一個字都有效 那個就好比我們現代人說 Have you signed it? 對西方人的條約的概念 遠源於中世紀的 對於上帝發誓的概念 每個字都要有效 中國也沒有信上帝 這東西是處理實際問題 所以你們要了解很多事情 是很困難的 這些東西都有他們基督教的背景 不懂基督教完全無法了解 現代西方 坦白跟自我講 這個是所有史家公認的 一定要深入去了解基督教 其他整個運作的體制 這舉一個例子 所以條約對於雙方的意思差很大 差很大 結果會造成很大的災難 西方人覺得說你的違約 不遵守 在英法聯軍之一的時候 中國也說 我這邊同意了 那邊在換約的時候 他又想說 我又把東西去掉 他沒有那個概念 完全不一樣 所以 那麼 這會造成更大的戰 所以一次 你們這個大家都盡在審言之道 每次簽約之後 都有一些那個的不太遵守 那西方人藉這個條件 就再來打你 再來壓迫 一次一次都這個樣子 那 這就是所謂簽約體制 那於是變成從這個朝共體制 轉換成叫做條約體制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條約當然是對等國家 從南京條約開始要求對等 那中國沒有辦法一下那樣轉 為什麼呢 他這麼一個巨大的國家社會 他對內無法這樣子說的 他無法這個 所以包括齊英對於道光都說 這個約不過就是一時權宜之計 他就說放 他絕不承認這裡面所納涵的整個意涵 那 這個事情後來被西方人得知了 那麼 這個事情 這個英法聯軍之意呢 就造成重大的一個雙方的 新的一個對決點 我就講到 鍾情 這裏頭要參考一個新書 這裏頭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值得注意 這裏頭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值得注意 尤其關鍵的 就是駐京跟內地遊歷的這個事情 那西方人呢 這個時候搞清楚了這個事情 他是怎麼樣子呢 照這個何維亞很有名的學者 Havier的這個說法 他說 英國攻進了這一個陽光總督府之後呢 他們拿到了檔案 然後去研究這個檔案 就拿這個早期的最重要的翻譯點 一個叫李偉博 另外一個叫薇托馬 就是薇喬斯 你們知道薇喬斯拼音嗎 知道薇喬斯拼音請舉手 早數了 我們早期到國外留學的時候 中文翻譯都是薇喬斯拼音 第一個那個薇托馬 薇托馬 薇托馬是這個最早期的翻譯官 後來也當了英國的駐華的公使 然後後來到了好像是劍橋大學的第一任的漢學教授 開始去介紹這個拼音系統 他們發現什麼事情呢 所以微教授很重要 他們發現就是說 即使簽約之後 這個鴨片戰爭是要求平等的 英國清常而死不肯 所有的內部文件 都還是按照原來的那一個 Chinese World Order 就是說天朝體力在運作 還稱他們為藝人 這些種種 於是他們這回下定決心 強迫中國一定要全面接受 英國人所建立的世界秩序 所以這個書名叫做English Lessons 英國人要說 I will teach you a lesson 就是說 我要教你 你一切要造我的 所以英法靈寧之意 因為打得很慘 甚至於出分熱和 你們都知道了 英國人的做法呢 要以實力跟觀念來展示中國 怎麼樣子呢? 他不但一定要主經 而且呢 要清朝要發文 告知所有的都府 這件事情 而且要明令 在所有的文獻裡面去掉一字 而且呢 各地憋不告 說我們已經建立新關係了 凶悍吧 清朝人說 清朝的廣州體制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天朝 有些事情可以通融權宜在 基本上你們就在那兒 避免影響我的 動搖我的國本 那麼鴉片戰爭的時候 他只是以通商為主 通商還是在外邊 我的內部還在維持我的體系 我才好運作 英法靈寧之意呢? 他們 英國人知道了 英國是誰呀? 英國當時是整個西方世界的領袖 英國當時全世界最早工業化完成的國家 最強大的資本質疑國家 他要以他的這一個國際秩序 你必須按照 我要在東亞地方建立國首規定的國際秩序 所以這次要你明令的全國要知道 這個厲害了 從此之後 中國就變成順服了 整個態度就變成順服了 那個原來的觀念被打垮 這個再也沒有辦法說我是天朝殺國人 新的世界秩序必須看照英國的建立 而且明令不告各地 這個厲害了 這個厲害了 所以他不僅是實力宰治中國人 他要在觀念上要宰治你 你必須接受他的宰治 那後來中國人普遍接受這個宰治 為什麼呢? 現代的中國人都已經認為說 那一個國際秩序是正當的國際秩序 就是建立在宗教戰爭之後的主權國家的 基督教國家之間 與此互相對等對待的 主權尊重的那個平等世界秩序 才是正當的世界秩序 原來的中國人那個是錯誤的 是落後的腐敗 是落後的 那是不是如此 你們可以再思考 但是已經全盤大家都接受了 就是從那個之後 中國人就開始接受了 開始了 被迫接受了 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了 那這是假的 所以英法靈之地就是另外一個重要的 關鍵的轉捏點了 不僅如此 他還派許多的傳教士進入內地 而且這些人呢 就是帶來的新的觀念、新的秩序 老百姓一旦看到那個東西 確實就看到一個艱難不同的體制 處處對他們造成巨大的衝擊 意思就是說 因為原來的體制完全不這麼運作 那是在三綱五常的 這個中法禮儀的方式運作 這個一旦進來 進入內陸 然後上面也簽訂條約 簽封地裂 這個整個的 應該不要這樣 應該就是說 對他來講是 格格不入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其實結果民間的反應是什麼 非常的憤怒 老百姓的憤怒 這就是後來義和團的基礎 就是說為什麼是這樣 他沒有辦法接受 民間什麼法律 世代夫呢 依然也不願意理解 所以還是不願意讀西方的東西的 那麼 英國人很厲害 他們把整個檔案納去 建立資料庫 以為頭馬為首的這些人 就是研究這個漢語 好像還研究藏語 他們的學術確實是厲害 那麼 所以 關鍵是務必打破天朝上國的觀念 要接受他們這個平等的東西 那麼 再往下呢 就是 所謂不停的 條約了 各地賠款 其實不算不平 關鍵當然是租戒 你可以用那個世界的戒 這個地方用世界的戒 比較好 租戒地就是租戒 租戒 協定關稅 治外法權 這個嚴重 那你看 這個很有名的 早期 中國人對於這些事情 不太在意 不願意 不喜歡 但是不太在意 尤其像租戒地 最惠國 協定關稅 治外法權 他似乎覺得 就是說 這些東西都是你們那一套 你們就照你們那一套去管 有這麼個概念 所以 對於最惠國他也覺得沒什麼 你們西方國家你們要互惠 反而我們對你們西方國家 本來都這麼 對 你們反而就是Alien 對Alien就是Alien 怎麼這麼對 還能怎麼對呢 所以 租戒 你們一直吵一吵一吵 我便利一塊地方做生意 所以你們比較不吵 然後通商 我不願意 反而好 通商 但還要盡量把你們演 讓你們視力影響 就是在那些地方 治外法權 你們這些Alien 你們自己去管自己 我也不想管你們 聽懂意思吧 好 變遲 就非常有趣的 就他那個體制啊 受到巨大的衝擊 但是他沒有辦法變成你 不可能啊 這是一個巨大的幾千年代的文明 怎麼可能一夕之間變成對方呢 懂吧 不況他是原生文明 他就掉不了頭了 於是他只好把你當成Alien 你放在那裡頭 在那裡看 結果他比較在意的就是 我們二十世界史家常常嘲笑 就是拿現代的觀念去嘲笑輕巧 說你不知輕重啊 從西方的觀點來看 這才是重要的 住今有什麼了不起 是很平等的嘛 內地有利有什麼不好 大家本來歐洲人 不都互相有利嗎 有什麼不可以 那是歐洲啊 中國不一樣 我們都已經從西方的觀點 都看中國了 不了解他為什麼那麼運作 所以我稱之為一種非歷史的眼光 你不了解當時人 到底怎麼看這個事情 在這個情況底下 一旦到最後 帝約制度取代了朝共制度 而且他們開始橫行帝國之中 其實這次表示帝國的秩序要崩潰了 當然同時並行的就是內亂 內亂我上次說靠了一些儒家的這一些 重新提振中國越來體制 但這個提振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 曾國方總統堂 胡林毅、李宏章這些人 這些人他們是在開始地方上湧泉 而且我跟諸位說過了 從清中越之後 因為不斷的這些內亂 造成各地的所謂軍事化 所以地方的團變民兵越來越有力量 那麼於是地方的力量越來越大 那麼就內部來講 是地方的力量越來越大 就對外而言是天子的這個威信越來越低 你現在看這個國家怎麼辦 他原來的那個中央的那個 能夠控制的體制 當然會有嚴重的問題 所以能夠維繫下去是非常困難的 那還是因為 鄭羅里胡還是遵守了儒教的倫理 就是不推翻上頭 所以他還能維持打起這個框架 但在實質上來講 已經是內部開始要分崩 外面是要這個 讓你原來的體制 已經正當性要徹底的瓦解 結果他被迫從天下型國家轉 變成主權國家 中國原來的國家 是一種什麼樣的國家 我稱之為天下型國家 這是他幾千年從上古三代一直到清末之所以能夠這樣子的年延發展跟巨大的根本原因 當他轉變成主權國家的時候 下一步就意味著領土跟蜀國的喪失 他沒有辦法轉成西方的這種主權國家 一直到中共 都不是嚴格意義的西方主權國家 他是世界革命 或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 他還帶著一種天下觀在那裡革命 這是他進入西藏的理由 或者中共共軍怎麼進入西藏呢? 因為無產階級革命 所以進入西藏 他必須有一個說法 然後西藏人奉毛澤東為地藏王菩薩 位階在達賴之上 因為達賴是觀世音菩薩轉世 所以早期的藏人 有很多的藏人強烈地擁護毛澤東 而且是雜廟雜得最兇的是西藏本地的紅衛兵 你們不可以相信 所以早期那時候毛澤東力量有多巨大 因為那是世界性革命 繼承了天下型國家 這一般人不瞭解 這是他故障的理由 你們那種智障長 後來這個東西都垮掉 鄧小平不像個佗莎嗎? 所以整個的瓦解 整個智障的合法性徹底瓦解 早期他是建立某一種合法性的 這個以後會在地下詳細講 所以從天外型國家變成主任國家 就表示領土跟蜀國的喪失 中國體系快要崩潰了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這個從他自身運作的方式來看就是如此 至於要變成民族國家也是困難 中國到今天都沒有變成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 因為還有回族、還有藏族、還有盟族 都很難真正地融合 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一個民族國家 所以變成他是被迫的 從自己原來的天外型國家 被迫要變成像一個類西方的國家 到今天也變不成 始終變不成 國家型態變不過來 非常困難 另外口岸的雙重性質 就是 是羅斯門所講的 所有的口岸 一方面是強迫性的加之 一方面也剝削 他也帶來了現代化跟進步 另外他西方輸入了現代化體制 比如有名的賀德的海關稅務局 是在貪污、橫行、不負責任的西納官場中 樹立的現代化形成的西田辦 現在很多人在研究賀德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賀德功臣 但是見解都不高 意思在於就是說 他開始研究賀德所帶來的現代化體制 這是前所未有的 這個有效率跟連結的 跟清朝的官場不一樣 但是只見其小不見其大 就是賀德確實帶來的 這個一個Alien的西方的現代體制 確實是遠超過清朝的官場的效能跟連結 可是 他不可能變成一個整個中國的運作的體制 簡單是這麼講 所以很尊重是賀德的問題 提依做為新的收入 那賀武之代的官方 就是下次講 因為 下一個階段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是講到對外的中期 因為時間上是下下講自強運動 簡單一講 中國是經過了 這個 如西方學所指出的 戰鬥 屈服順從三大階段 大概這個英法明明之後 就屈服了 所以 那一個觀念的轉變 它有多重要 放棄了 金陶善國人 我強管你放棄金陶善國人 我的觀念 不是比較虛 這個是英國人的厲害 另外 賀武之後就只能順從 三大階段 而且事實上 賀武之前就已經開始順從了 那麼 那 這樣子 我從這個觀點 會批判早期的 像王爾銘、劉廣青 還有 絕大多數 兒子級中國學者 對於西方的這個認識 因為那個 我是覺得 只是從一個現代化的觀點 來看這個問題 你現在必須得要解決 就是說 對他來講 這是個體制轉化的問題 不光是一個現代化的問題 我不是反對那樣的觀點 錯誤 那樣觀點它都到了 可是 你現在面對的是一個 為什麼到今天中國 始終沒有辦法向西方的這個問題 它是個體制轉叉的問題 必須經歸不要緊 我至少其實就是這個問題 時間關係不能多說了 那就先到這裡吧 主題都講了 剩下的聲音是比較關鍵的細節 到這裡 謝謝大家